9月中美国汽车工会对底特律三大车厂发动罢工 总共波及了5家车厂38家的零件厂 动员了25000名的工会成员 根据统计光是前三个星期的罢工行动 就已经造成了55亿的美元精损 而如今罢工还要再升级 礼拜三福特在全球最大的工厂 有近9000名工人无预警的停工 这足以影响福特的全年获利 没有事先警告福特汽车最大也最赚钱的车厂 近9000名员工也加入全美汽车工会罢工的行列 在黑夜中上街举牌 美国汽车工会主席费恩发出声明 直指福特拒绝推动谈判 并在周三傍晚5点半正式号召罢工 一个小时后工人们迅速放下手边工作 这个行动足以削弱福特全年获利 因为这间位在肯塔基州的组装厂 专做最畅销的皮卡 每年可替福特创造250亿美元营收 占了他们全球汽车收益约六分之一 工会成员怒火难消 成人没薪水可领的日子不好过 但更承受不起新合约带来了损失 福特随后发出声明 批评这项行动不负责任 严重影响到工艺商经销商和顾客 而这也让通用和斯特勒特批绷得更紧 尤其这两大车商端出的薪资福利 还不如福特 市场则担心经济损失加速扩大 根据最新统计 前三周罢工累计的损失金额 已经超过55亿美元 与此同时 迪特律三巨头也持续爆出裁员 宣布要在这星期 暂时裁掉560名汽车工会员工 裁员总人数累积到670人 但斯特勒特不是最多 相较于福特 总共已经裁掉1800人 通用大砍2230名员工 让目前被裁掉的工会成员总人数 累计4600多人 延烧近一个月的罢工行动 进一步升级 对工会成员来说 这场仗越打越艰辛 共18个活桶放置在福特密西根的组装场外 让郡在罢工的工会成员能够保暖 这些入秋之后抢手的木材 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捐赠 虽然他们是第一批发动罢工的成员 已经收到工会罢工基金的第一张支票 但只能靠500美元度过一个星期 因此除了取暖用品 还必须仰赖食物捐赠等其他物资 撑到下一张支票到手 美国汽车业大罢工还影响到乡邻的加拿大 代表一万八千名工人的加拿大汽车工会 也发起罢工 索性在十二个小时后 和通用达成一份占定协议 包括将薪资调整百分之二十五 但人必须通过工会成员投票 特别宣众的报道